动画里的夫妻档实在太多了 俗话说得好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动画也一样 男女主谈谈恋爱才好看吗 不过不像那些霸道总裁 爱上小白甜的剧情 恋情最好虐一点才看得过瘾 到最后最惨的还是我们的男主 爱情不能一翻风顺就不说了 生生变成七拐炎才能泡到目指 接下来就让我们谈点一下 国产动漫中那些七拐炎吧 白月初胡搖小红娘男机号 最为史上最穷男主 吃了上对墨起来 落错到跟老街抢棒棒糖 这种男主也是没水可 但男主总不能没办法 总要谈恋爱的 对象就是我们又猛又可爱的小丛丛 别看涂山丛丛妖力微弱 可白月初照样还得给人家屠山打工维持生活 不仅如此 前世作为东方月初的时候 就安前马后的跟在妖仙姐姐屁股透面 还自称同样夫 如今别看平常对小蠢货 腰五贺六的 只要酥酥一句 二货倒是叫出来 又吓得不行 活脱一副七拐炎样子 而且足足耸了两辈子 范云飞同为狐腰小红娘里的人物 更是七拐炎的典范 起初白吃了范云飞又蠢又淡 品味还差 没有进举心 一直按照自己安排的去做 求婚丽雪阳九十九次都没有成功 但范云飞一旦下定决心 就不为艰难 即使伤害到了自己也要坚持去做 和丽雪阳生活后 引咎了自己的主见 不过再有主见 他也不敢给丽雪阳一句对不起 我下次不敢 是否吃了范云飞 唯一能快速流利说出来的话 王晓二中国京七先生的男一号 是中国亿万屌丝的一员 有着卑微的出身 后托人来到地京 在小东北大炖菜学厨师 无靠山 无背景 无学历 但依旧是不屈不挠的奋斗青年 巧合下第一次和女主角 锦花李雪结下不解之缘后 他想要追求李雪 从此踏上了七管炎的不归路 纵然到恨不浅 实力强大 可依旧没能当假作主 李雪只乃他就打打 总之小二美丽雪是从 李行云怕江湖之不良人的男主 身为李氏王孙后代 从来不想富国大业 想的最多的是泡妹子 时常幻想自己身边的女人成全结队 照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我李行云的女人 那是寒心点评 多多一善 可是呢 也就是嘴上吹吹牛 鸡如雪 在身边的时候 李行云那是生怕伺候不到胃口 一个字的不软 哪有一点少侠风范 就别提有多怕老婆了 灰太郎最后一位是青青草原上最出名的七管眼 以至于当初都有一首流行歌 嫁人叫嫁灰太郎 也是侧面反映了灰太郎 对自己老婆红太郎的忠心整理 不管抓不抓得到羊 灰太郎那可真是任劳任怨 死者